用户的这个电风扇在工作时候冒烟了 据我估计的话一个是电机车会 咱们查给它看一下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样测浪这个电机的好坏 先把这个黑线给断开它 这个黑线是这个电机的公共端 这个红线白线和蓝线 是电机的三个绕组 控制快慢速度的 把网络表放到电动档位上 正常的话这个黑线 对这个三个绕组 都是由几百二绕组织的 再测试一下 已经是无穷大了 没有组织了 是不是里面这个线圈就烧断了 电机损坏了 咱们只能给它关上电机的 这个是个散后的螺丝 这边是个抢子 现在这个电机都是履线的了 图线的机背很少见了 它这个电机和别的电机不一样 经常有四个线 四个绕组 四个档位看到没有 一般的缝上都有三个档位 给拆了 不过这个黄线水面缝的话 咱们可以不接 给大家猜猜这个好的电机 一个约北级黑线 电动档位 T32欧 830欧 541欧 这种电机是带有周成的 十分的耐用 像这种的话 都是这么周的 没有周成的 另外这个中心的电机比较厚 咱们需要把这个腰盒给它都改一下 不然的话腰脱会碍似的 把这个腰盒给它 搬直它 夹长一点 它这个接线的方法非常简单 还按原来的减算接就可以了 黑线就黑线 黄线就黄线 如果这样没有落体的话 咱们可以把这个线剪成一点 这样拧上也可以的 红线是高档 白线是中档 来上是地档 好的 拔成了 好了 已经开始运转了 没有问题